说起圈内的运动达人 杨佣玲绝对排的上名 酷爱各种户外运动的她 妥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阳光型男男 暖暖春日正是长跑运动的好世界 这不我们也是在比赛现场看到了她帅气的身影哦 昨天一大早杨佣玲也是低调现身 为2018上海国际半城马拉松赛助阵 一身蓝色运动装搭配黑色运动裤亮相 健美身材展现男性运动风格 作为优秀的跑者兼运动大使 杨佣玲也是身体另行 现场跑完全程21000米 完全实力运动健将啊 对于马拉松这项国际赛事 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态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跟着跑跑跑起来吧 其实今天是我觉得今天天气也好 然后今天整个大会啊 然后所有的跑者都非常的优秀 所以今天其实跑完这21公里是心情是很开心的 然后这沿路因为大家就是有说有笑 跟旁边很多跑者经过的时候都会打招呼啊 然后还有加油团啊什么的 所以今天跑21K的时候是觉得很轻松 然后也很好玩的 让运动成为生活的常态 作为专业级的运动爱好者 杨佣玲不仅擅长于各项极限运动 在运动过程前的热身准备工作 杨佣玲也是丝毫不马虎 这部现场我们又又也是大方分享了 跑步拉筋小贴士 其实因为我上个月刚参加完了一次铁人三项 所以就之前训练的还留了一点底在身上 那因为刚好最近这一阵子 刚好比较忙就是拍戏啊什么的 所以比较忙 那就找了一点时间稍微练了一下 大概有一点点基础这样练起来 其实我觉得赛后还是要很注意 比如说拉伸跟肌肉的放松 这个真的是对自己的肌肉回复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女孩子很重要啊 女孩子都每次都说什么跑步怕腿粗 如果拉筋拉得好 其实腿线条很漂亮 不忘照顾女性朋友的佑玲 可以说是非常暖心体贴了 运动健身锻炼出热关向上的生活状态 而在工作方面也是不断的创造好作品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荧幕形象 我现在其实在苏州拍的一个电视剧 然后叫都挺好跟姚澄 对然后接近杀青了 所以就今天跟剧组请个假 就来参加这个上海马拉松 工作健身两部腾讯娱乐上海霸道